对于延烧许久的东岸商场争议 在产权登记部分 前金融市长 现任内参部长牛昌日立法院表示 根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 及契约内容 是在契约届满后 一约做产权转移 由于在他担任市长期间 业者都还在合法经营期限内 因此根本不需要在他任内 进行产权移转登记 他一直在回扯 所谓在我任内 没有去进行产权的一个登记 其实把出产法翻出来 或者是把当初的元契约找出来看 什么时候要进行产权的一个移转呢 是在这个契约届满后 也就是当这个营运的厂商 跟市政府的约届满之后 他必须一约来进行产权的一个转移 那就是包括他的租赁的这个土地建物 或者是包括新建增建的这些建物 不过在我的任内 因为这个厂商他都在合法的经营的期限之内 这个契约并没有建 第二个是他依照我们五年加三年加两年的这样子的契约的设计 他其实后续还有两年的优先议约权 所以实际上在不管是依照出产法还是依照原合约 在我的任内本来就不需要去进行所谓的产权的移转 是现在谢市长他要用一个大家认为不合理 然后程序不正义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要跟原契约来解除这个合约 所以才造成说现在有所谓的产权登记的这个问题 我在之前其实也说过 谢市府谢市长在去年的时候 如果早就决定不跟原厂商来续约的话 其实他整整有超过一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来进行产权的一个移转 不需要等到他已经公告了 然后也把这个标案标出去给新的厂商 然后还没有这个 还产生这个产权的一个争议 对于2月1号的突袭Net行动 牛昌更加码爆料 呼吁金融市长谢国梁向大众说明 我们听到的消息 虽然2月1号晚上谢市长并没有在现场 不过在1月31号的晚上 谢市长亲自主持两次的应变会议跟沙盘的会议 那也在这个会议上面去指示警察进行行政的一个配合 我想这个是社会上大家最想知道 谢市长也有责任跟社会还有所有结婚市民来做出 记者张其滩台北报道 请推进行立行政策 巨大和银洞